2022年是虎年了 今天做了一个老虎的银画送给大家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全包股股 虎年大吉 我叫潘雪 是贵州大山里为数不多的一名女营匠 2020年大学毕业后 就开始回到家乡 跟着师傅一起学习苗族银饰锻造记忆 今年我做了一个虎虎生微的苗族银饰装饰画 我也想借着虎年的寓意 来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 这幅作品是分由两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我们的苗秀记忆 一个是我们的苗族银饰锻造记忆 而里面的这个老虎 我们也采用了一个高浮雕的这样一个工艺 让人看着栩栩如生 女孩子的话力气会比较小一些 就比如那个扯银 我在扯的时候 我没扯几下银条它已经冷了 再烧一次 然后再重新去断打 花丝的时候 必须要把两个尺子对齐 然后把那个波浪形的那个丝呢 就放在里面 要用手这样去推 一两个一两个的一起 慢慢推 然后呢这样的话 就会把我们这层皮 就不照火到其成 甚至出过好几次选 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 没办法用机器去做 我觉得就是你手工做的东西的话呢 它是比较有温度 比较有灵魂的 其实每一件视频 它背后都是有故事的 就标准一试 其实就是一种爱的积攒 和一种爱的传承 把他们所有的那些 有手艺的老一辈的那些 手艺人都会请回来 我们要让所有的手艺人觉得 我们靠手艺真的可以吃到饭 我想借着这个作品 祝大家在生活中 虎虎生微 事业里如虎天意 身边的朋友 卧虎藏龙 每一秒欢天喜地 每一分充满活力 每一天都能得心应手 每一月都能事事顺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